黑人陈剑舟最近接连到大牙国远远DJ妖娇指控性骚 他不只不愿还大动作提告大牙求成一千万 而范伟奇从事发后就一直力挺老公 深圳黑人滴酒不沾就只有一张床 怀孕期间只出过五次门 结果通通都被打脸形象在受打击 结果不少网友再度挖出范伟奇和张绍涵的喜日恩怨 其中最经典的就是2018年时 张绍涵曾在微博晒出两只爱犬的照片 偷文写下黑白狗别乱叫不关注 就被大家风采实在对黑犯呛瞎 如今这对夫妻又再度陷入风暴 大家又开始好奇张绍涵的近况 张绍涵最近在中国忙着开演唱会 30日特别发文来个告别6月 只见他除了晒出一张自拍外 其他五张全是爱犬的身影 并写下又是想孩子们的一天 在这个时间点他又po出狗狗照 不免引发联想 有网友就问黑白狗又乱叫了怎么办 还有人潮有梗说都能想象到 张绍涵半夜开心到坐起来大唱 我终于看到所有黄香都开花 的样子了 由线角绍涵半夜开心地 有刺开心地 有刺别今天 会发现有这个电视感